失踪了三个月的香港书商 突然出现在大陆央视 自称十二年前在宁波撞人后 逃到香港 良心不安 因此回大陆自首 回国自首是我个人 自愿的一种选择 他还声泪俱下地说 想回大陆看母亲 我爸爸得癌症去世了 我也不能回去蹦伤 事情以后我妈妈又得重病 所以我是日夜思念 我想要在她救生的时候 再能够看到她一面 所以我要回国自首 大陆央视还采访了 被撞死者的母亲 以证明确有车祸一事 但是香港网友认为 这段新闻疑点重重 首先央视播出桂敏海的名字 和她在香港的名字不同 而且报道说她51岁 判决书又写她46岁 桂敏海是在去年10月中 赴泰国旅游时失联 而她所经营的书店 有其他三名员工和一名股东 也相继失踪 当时盛传大陆公安跨境抓人 香港民众还发起 寻找桂敏海的行动 如今桂敏海出现在央视 但她的女儿告诉香港媒体说 她的父亲不可能主动投案 记者综合报道